拿起手機在古蹟裡面自拍打卡 再把打卡內容跟一張小卡片 拿給各位台人員看 馬上就獲得了一本有淡水谷博館 自己發行的精美書籍 淡水不思議 而這張小卡片呢 就是淡水谷博館所推出的單車漫遊卡 小小的卡片上有著詳細的景點資訊 不但好攜帶又有收藏價值 證書的活動更是大獲好評 那為了讓遊客能夠得到更多旅遊的資訊 並且收藏各景點的一些基本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印製了淡車漫遊卡的這個小卡片 這裡面有42處的商家跟我們的景點 而無聊推廣單車漫遊卡 博博館更是選定了三個景點 舉辦正數的活動 只要在護水一方 藝文空間 淡水藝術工坊 和紀律師洋行三個景點打卡 並同時出示單車漫遊小卡 就可以獲得一本書籍 這樣的活動也讓遊客直呼真的是太好康了 所以我們也在我們淡水古蹟博物館 手下的德基律師洋行 那個跟藝術工坊 還有漁人碼頭的護水一方 這三個地方呢 我們也希望說民眾到了之後呢 能夠在現地跟打卡 然後上傳到FB之後呢 我們也會贈送淡水不思議這一本書 這本書是本館去年才出版的 就是可以讓我們就是 就是更想去看古蹟這樣子 了解就是歷史這些事情這樣 我覺得就還不錯 因為通常我們對這些比較不了解 所以透過這樣的活動可能 能更有興趣去發掘這些東西 古博物館表示 以往的宣導文宣都是DM的形式 但現在來淡水遊王的旅客 很多都是單車族 為了讓單車族方便攜帶 才會想到推出名片大小的單車導覽卡 每一張上面都介紹著一個經典 除了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古蹟之外 淡水的街角博物館 特色商店通通都有 可說是相當方便 記得陳博偉 淡水採訪報導